這段是話說我自從參加這個淘金活動之後 然後有一次呢就是在網路上那個小崎前輩 他有說他在石榫那邊 也是牡丹車站附近 一個叫石榫的地方他在那邊淘金有淘蕩 所以那個時候我也跑去看 然後這就是牡丹車站 我那天好像騎車去喔 我不是坐火車好像騎車去 這邊是廁所吧 我是不太懂我幹嘛拍廁所 因為年代久遠我也忘記了 為什麼要拍這個 忘了喔 我自己也不懂 然後這個地方呢 我看一下 就這裡啦 這一代 那從這邊進去然後右轉 應該是這樣 然後這邊有個告示 因為這邊呢有很多這個廢棄的礦坑礦區 那個礦坑礦區很危險喔 不要擅自進入 進入基本上發生事故沒有人知道 極為危險的 就這個地方 這裡我也只去過一次喔 以後再看看吧 希望以前去過的地點 以後都有機會再去走走看看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 那個沿路上那邊有河床 有一條溪流啦 這個岩石滿大的 不過那時候我沒有特別注意說 這個是什麼地址 到底是火山岩還是 還是什麼大寮城 還是什麼樣不清楚 因為以前那個地址圖喔 比較難用 搞了老半天你會搞不清楚 這到底是哪個地方 哪個岩城喔 不太清楚 那就是當天那裡的 反正我以前出去就是 不管你有沒有撿到東西 我餘慮拍炸 所以我現在才有機會跟大家講 我的根本 像很多人沒有拍 所以他人生的記憶 有的就淡忘掉啦 然後這個 這邊的溪流 石筍這邊的溪流 它有這個有沒有 這叫胡穴 這如果有精子 就會卡在這裡面 胡穴 可是這邊又有點像爛泥 所以我不太懂 這邊地址是什麼 然後那時候 也沒有觀察說 有沒有化石 可能也沒有看到吧 沒看到化石 這邊就 就這邊可以走嘛 然後這邊溪流 然後就到這個地方 這上去是什麼 我也忘了 我好像也沒有上去 然後這邊 我記得來的時候 這邊是 還有停一輛車吧 不知道這輛是他的還是我的 然後小崎前輩就在 他就在這個地方塌喔 然後他看到有人來 我就問他說 欸 請問你是小崎嗎 他說是 然後他也不講話 然後問他有沒有踏到精子 好像 我也不知道欸 忘記欸 反正他之後就匆匆忙忙就跑走了 可能想說奇怪 怎麼有人會找到這裡 那我會到這邊晃晃看看 之後沒有東西 很難掏 這個地方 這個點不好啦 就算有精子也是極難找的 所以 我就離開這裡啦 這個就是石筍 石筍篇 濤金的石筍篇 然後之後我就回到這個牡丹 牡丹車站那裡 這邊有個叫慶雲宮吧 有沒有 慶雲宮 然後那邊太陽要西下 我就拜信而歸啊 這個沒有掏到精子 那就那邊 那順便簡單拍一下 這些小朋友現在應該都長大了 慶雲宮 所以這個牡丹 牡丹行啊 就到這裡啦 然後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一下 這個我剛才說的這個 基隆河那邊 六月份還有個旅程 基隆河那邊的化石簡單提一下好了 星期五 六月份還有定奇 這個牡丹